哈喽亲爱的小伙伴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黄者荣耀有句话说得好,没有菜的英雄,只有菜的召唤师 很多英雄之所以冷门,其实并非技能强度太低 而是能掌握好他的玩家太少 下面就来聊一聊低端玩家瞧不起 而大神却当成杀手锏的三个英雄 第一个,曹操 曹操经过重改后也没有改变玩家对他的印象 曹老板处境实在是很尴尬 位一短是曹操最大的短处 其实曹操的高爆发输出和续航能力受到了很多高段位玩家的喜欢 边路曹操既不耗蓝也能回血,减少了很多回程的时间 另外,曹操的收割能力也很强 第二个,安琪拉 安琪拉没有任何位移,技能释放也很死板 没有很大的操作空间 但上帝是公平的,安琪拉虽然没有以上的特点 但在法师的爆发输出方面,安琪拉是首屈一指的 任何一个满血的战士,安琪拉都能一套将其秒杀 第三个,泰乙真人 自从上次的进前流之后,泰乙真人很少出现在峡谷里 很多玩家就只看到泰乙的被动 而忽略了泰乙的强大控制效果和续航能力 泰乙不仅有长达两秒的控制 打招还能复活自身和队友 在高段位的排位中,泰乙的开团能力和保护机制都是独一无二的 除了以上三个被敌对玩家瞧不起的英雄 各位小伙伴,知道哪星雄也是如此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讨论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 小伙伴们可以关注我们 喜欢的话可以点击收藏或者点赞哦 下期见,拜拜